梁廷院于2021年推出全新策划的秋田艺术节 透过七档节目探究网路霸凌 语言暴力 政治权利 AI科技 博弈文化 群众运动 及阶级批判等议题 透过剧场独有的体验 刺激观众接收到更细微的观点 进而产生改变 除了现场演出之外 那就创造了一个 我定义叫做二维世界 那我让这些主要角色 就是在演戏的同时 轮流去线上开直播 可能是开记者会 那借由这每一个人的直播 每一个人的独白 每一个人的告白 那我希望在二维世界 它自成一体 变成另外一个节目的样貌 这个作品的另外一个样貌 法国六八学云对我来说 那是一个青春的向往 因为那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年代 那是一个现代价值的一个起源或启蒙 可是当我实际在研究 法国六八学运之后 我发现说内部的矛盾 跟内部的冲突 跟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的抵触 跟那群人在学运之中 为法国社会奋斗的内疚 或者是遗憾 它有太多太多复杂的情况 而这个复杂的情况 就是我想要在群众这个作品之中表达的 不同的声音永远没有办法平等 不太能够 两厅院邀请观众走进剧场 从单纯的观看者变成讨论 创造话语权的角色 甚至成为节目共创的一部分 从眼前讲座到跨界演后座谈 观众都可以参与发声 让这些议题在演出后持续摆档 我认为这是一个剧场的行动 它期盼带来的是明日的改变 所以在内容上 我们采取主题策展的方法 那在形式上 我们结合了眼前跟眼后的座谈 再加上Podcast Slido这样的工具 让众人不只是观看演出 也可以发声 所以我们试图的以剧场作为平台 用七场演出七种探问 来建构不同对话的角度 而且我们希望从这些对话中 找到让众生平等的蛛丝马迹 那或者有朝一日 我们真的就可以得到 众生平等的一个社会了 两厅院2021秋天艺术节 七档节目 从10月14号到12月5号 在国家戏剧院实验剧场 云门剧场以及线上平台演出 邀请观众带着观点走进剧场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